好 继续带您看到的是最新的道路资讯 就是国道5号雪山隧道今天开始 就要正式取缔归宿车 将依法开罚3000元到6000元 而国道警察局强调取缔归宿车并没有宽容值 只要在正常车流的情况之下 车速要是低于70公里 就算您是开69公里也会被举罚 而经过一个月的宣导呢 雪山隧道内今天开始最低车速要低 要是低于70公里 将吃上3000元到6000元不等的罚单 而高工局指出呢 最低限速并没有所谓的宽容值 只要低于最低时速的一公里就会开罚 但目前科技执法系统还没有启动 执法人员呢将会携带测速枪跟录影设备 对归宿车全面修正 而我们的这个开中指路的朋友 一定要多加留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